国校的开学日 新竹县光明国校门口人来人望 爸爸妈妈牵着小朋友来上学 新竹县长邱静纯与新竹县警方 特别实际走访校园 关心校方交通导户 以及学生们的开学情形 校园的安全我们一不容此 所以每年我们都有暑假期间 都有很多的和相关的 暑假放一下的活动 可以说是县政府里面 急促全部把它动员起来 但是要新把它说起来 到上课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我们学员的 校园的一个安全 同时加强各方面的毒品的宣导 让我们小朋友们 从家庭教育方面 家长们都能够提高警戒 我们针对全县国中高中 还有国小140所的学校 都有设置巡逻箱 我们也要求 警察局也要求这个分局 还分出派出所在针对重点的学校 在上下学的时段呢 要规划这一个巡逻守望请务 在校园的周边加强巡逻 确保学校园的安全 县长也为每一位学生送上了开学小礼物 写着99层发表以及反读标语的电板 也将陪伴小朋友们的学习之路 心情有一点紧张也很兴奋 那光明国小我觉得是一个很还不错的学校 这样子 你有要很开心吗 有 开学了每天上下课的巅峰时段 新竹县有许多交通路段容易打劫 县长邱静淳与新竹县警方透过实际观察 期望带给民众更好的生活环境 开破新竹城洛一红采访报导